6月17日 李全出席了某品牌的新品发布会 活动现场 钢琴世人李全自弹自唱 一期独特的磁性嗓音 首次演出了自己为该活动谱写的同名主题曲 令现场观众都沉醉其中 未知惊叹 李全曾多次为林依莲 杜德伟 范小轩等歌手 创作了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 从事流行音乐多年的李全 得到了外界的肯定 也获得了各项音乐奖项 并被广大歌迷称为音乐才子 琴剑上的王子 如今这个音乐才子也要跟演唱会了 听听他会怎么说 我今年还是会把音乐再进一步再做得更好一些 因为我在差不多十月份 从十月份开始 我有一个演唱会的 一个巡回的演唱会的计划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这个音乐更能够做好一些 因为我的演唱会分四场来进行 是在北京 上海 香港跟台北 那四个城市我想应该都是不同的嘉宾 对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 具体的 说哪一位朋友会出现在哪一场里面 对 但是我相信 每一场都会带给大家一些新的感觉 谈到李全旗下的歌手 就不得不说到赵薇了 而赵薇自从结婚生子后 一时把重心放在家庭 问及接下来赵薇是否有新的工作计划 李全透露原本今年要计划赵薇的演唱会 但由于他暂时想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 所以延误了 本来今年我们会计划他的演唱会 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聊 他的演唱会是要继续进行 但是可能因为家庭的缘故和 我觉得应该给他足够的一个时间去享受 或者是说是去体会一个家庭的一个生活 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他没有任何的压力 希望他什么时候 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做 那我们下个年